渡速的台风是逐渐远离我们 不过各地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灾情 那么透过我们接下来报道 带您意义来了解 现在你看到就是屏东市了 其实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风雨是稍微停了一点点 不过就在刚刚中午过后 风雨又变大了 那么往返这个蒲岩小琉球的 这个交通船的搭乘处 后船区的帐篷是整个被吹垮 最近状况如何 临时的记者邱军平 所以主播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在屏东县岩浦乡这个地方 那看到这个往返岩浦 跟这个小琉球之间的 这个沿流线这个交通船 就停在港边 是没有动的 因为今天是全面来停驶的 那么看到后船区的这个帐篷 好几顶 全部都被吹垮了 那有的呢 整个是被吹破的 是相当狼狈 现场是乱七八糟的一片 那连那个假娃娃机 这个也被吹倒了 现场真的是一片的狼藉 那今天呢 由于是不停止上班上课 在屏东县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交通船也停止了 那除了这个帐篷的部分 来看到 这边呢 这个电缆 电杆这边呢 有一条电线 是整个被拉下来 整个是被吹落的 那有当地的居民呢 赶快用这个轮胎呢 以及这个车档 赶快来把它拉住压住 就怕有机车或汽车的这个经过 可能会有危险 那我们看到呢 在稍早一阵风雨 比较小的时候呢 到现在呢 又开始刮起这个强风 那这个雨势呢 也慢慢的变道 那也提醒民众 现在台湾可能还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这个风雨还是会有的 提醒民众 还是要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要小心 好来 下次为您掌握的最新状况 哈喽我是冯卫之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